当英会做了应用的内容的整理 内容的分发 已经已经跟很多的渠道建立了关系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了 还不是特别强 但是已经有一些了 那么这个时候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运营的第三个事是什么 第三个事就是要运营开发者关系 就刚才讲了 英会是一个中介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拿的是用户 但其实我是连接用户和开发者 所以这个时候 最初的策略是做用户 用户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发现已经开始作效了 这个时候 开发者已经逐渐被你吸引来了 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要转向 是说我怎么样把开发者的关系给弄起来 开发者做好了 当然有几个非常好的地方 第一个它是内容的源头 你能够把这个内容源头 如果说能够跟它建立很好的关系的话 那么你自然能够对用户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要去 如果你跟开发者关系建立的非常好的话 那其实是能强化你的品牌 因为你相当于有了一堆的盟友了 那面向开发者的服务有哪些呢 其实这个是 就是你一个不断的去深入你的业务的过程 你要不断的去琢磨你的业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你要不断的去想它 然后你去想说这个事情 我怎么做 能够把这个流程逐渐的串起来 那根据我自己的 就是说我们的经验 就做这个事的时候 那么第一件事情 可能你面向开发者 你可以提供服务是行业的趋势的引导 这是怎么来的 这个其实是 也是也是跟同行去交流 比如说我跟 就是继续红袖天香这个例子 红袖天香 它的这个用户是白领 是这个是前台 然后它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人 他怎么写 那我跟他们交流过 也挺有意思 每个作者 他都有一个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客服人员 这客服人员呢 会会对他进行一些这方面的 就是一些培训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 你这个小说应该怎么写 就是你 比如说 你可能写到一个什么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得有个小高潮 在写到一个什么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还得有个高潮 然后呢 这故事脉络怎么发展 其实就是真正琢磨这些事 都是有迹可循的 就是它都是有规律的 这些人就把这些 这种经验就总结下来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去 就去培育这些开发者 那么同样的呢 其实在软件行业领域 其实你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 最近的流行的这个 这个软件是什么样子的 目前的用户是一群什么人 那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软件 对吧 这些软件 比如说在最早的时候 可能大家需要的 全都是工具类的 你可能需要说 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跟开发讲 说 你可能要做一些 比如说省电的东西 对吧 你要做一些这种 怎么样去 更快的去弄这种文件 分享啊 然后这个浏览 浏览图片啊 做这样的功能 那么逐渐逐渐 当这个应户群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应户已经不仅仅 止于满足这样的需求 他已经开始说 他需要娱乐了 对 你可能那这个时候 你就跟开发者 也可以沟通说 你可以做一些 比如做游戏 对吧 或者你做一些 娱乐性质的软件 还有呢 就比如说 可能当应户群 再大一点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已经开始产生一些 社区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 社区型的产品 然后呢 你可以去 去做一些 本地生活类的 所以逐渐 你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的 这一年多的经验 看到就是用户 多数人都是从 最初玩这个 系统类的工具 然后到现在 已经开始逐步的 进入本地生活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 内容的引入 这也不用讲了 就是刚才也讲了 就是说 你最初的时候 你可能是 花了一些心思 怎么样 倒腾这些内容 那么现在呢 你可以逐渐逐渐的 把那部分工作 开始 把游戏级放低 这个时候 你要开始逐渐的跟开发者 去正儿八经的去合作 做这种 正式的内容引入 你要开始把它正版画 正版画 然后把这些 好的东西引进来 其实还会遇到问题 就是开发者的身份认证 就有些开发者是伪造的 或者他冒充的 比如说这愤怒的小鸟 可能是国外的 开发者做的 对吧 我举个例子 当然实际情况 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 就举个例子 可能会有开发者 他把愤怒的小鸟 然后自己 反编译完了之后 塞一些广告代码 然后再传上来说 这是我开发的 然后这样的好处 就是说 他不用开发软件 但是用户下了之后 这东西还挺好玩 然后带来的广告 收益是他的 这里头 你肯定要去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会遇到 内容审核的问题 你会遇到 极星适配的问题 你会遇到 内容推荐 还有客户服务 客户服务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 如果你是面向 面向开发者提供服务的 那么你的客户服务 一定要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版权 就是版权这个问题的话 又设计方方面面 这个还挺复杂的 就比如说 程序版权是一方面 内容版权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程序 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做了个壳 这壳里头 他套的 比如说 他套了 套了某个小说网站的小说 对吧 那个壳的程序 是他自己开发的 那没问题 这他可以给你授权 但是这个里头的内容 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这个也要尽量避免 另外 比如说像政治 色情 对吧 然后你可能会遇到 很挑唆的开发者 那这个时候 就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你的 你的客户服务 你的这个客服务的事情 一定要做的 非常非常到位才行 这里头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你的流程建设 我觉得这个事情 导时来导时去 就是我说完这么半天 因为这个其实是 应用会的业务 那应用会的业务 其实最后 归应结底 我们总结下来 就是你要运营 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可能要有一个 非常好的流程建设 你要把这些事情 一环一环 给它做细了 然后最后 你要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理想状态 你要能把它做成一条流水线 就跟比方说 像富士康什么这样子的 就是你能让这些人 一步一步就能够做下来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 马人的方式 或者是通过 通过再 投入更多的资金 投入更多的人 把这事规模化 品牌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 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 那我经常出去的时候 就会遇到很多人问我 说 因为你们到底 这个跟其他营用商店 差别在哪 对吧 就是或者说 你让用户能够感知到 你的差别在哪 那你的 简单讲 其实就是你的品牌 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吧 你让用户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 我要说全聚德 对吧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考压了 对吧 然后比如说 我要 我要说海底捞 对吧 可能大家马上都 都很清楚 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四川火锅 对吧 但是如果说应会呢 OK 应用商店 那应用商店再细呢 就可能会有点模糊 对吧 你要说海菲斯 对吧 可能大家马上就想到是 是洗发水 不光是洗发水 还能缺陷 对吧 它是不是真的缺陷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它给了我这样的品牌印象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 你怎么把你的品牌露出来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应会做的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些人其实实际上都是做工程 做技术 做研发 做产品的 很少说有一个真正的能够专门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专门来想这件事情 那么到了现在呢 我们只能是说 我们用我们的力量来分起直追 然后我们尝试 能够做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来 当然实际上第一个是 我们在 差异化这个 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坚持 但是只是说 现在呢 把它的这个 这个游战级我们提的更高一些 比方说我们会优先做这个 二级用户体验 这是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是实际上是根据用户 咱们中国的这个手机的 手机用户的这个情况得出来的 因为基本上 在中国的话 可能得有70%到80%的用户 是属于中国移动的用户 那这中国移动的用户 基本上 中国移动的三级网络 说实话 还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二级用户 二级用户的话 你要照顾这群人的 用户的使用体验 所以你可能要 不断的去强化你的 二级用户的这种使用体验 那么这里头呢 就是有一个原则 可能我们管它叫做 优雅降级 当然这个概念 不是我提出来的 这是那个叫什么 王坚就是 求是百科的那人提出来的 就是所谓优雅降级 是什么 就是你的产品 当你做了一个产品的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当然在三级用户 或者在WiFi的情况下 这用户体验非常好 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当这个条件差的时候 你如果再让用户 去花费巨大的流量 然后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等待这些东西的话 这是非常损伤 用户体验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要做的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产品的功能 要适当的收缩 要给它剪下来 就是我们管它叫做 适当的优雅降级 就是你要能够把这些 非核心的 非主干的 然后比较 就是比较 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 一些环节 给它弄下来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坚持的是说 我们是我们想做 一个媒体化运营的东西 现在更多的应用商店 可能大家都是在做 比方说 我怎么去推这个商店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说 我们可能把它的 这个就是更多的 从媒体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事 我们细致的分析过 也讨论过 就是说差异化 你可能会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 比如说 你可能是一个 颠覆性的产品 那它确实就是 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说 你有革命性的用户体验 你可能产品 其实都差不太多 但是呢 也不是特别颠覆的 比如说 你不是有马车 进化到汽车 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你的用户体验 特别棒 你就像乔布斯一样 它重新定义了手机 重新定义了 其他的乱七八 各种各样东西 它其实靠的是 就是更强大的 这种用户体验 至少在用户感知 是这个层面上 来是这样子的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 国内多数的 咱们这个创业的同志们 最后最有可能做到的 可能就是微创新 因为这也是没有办法 一个是说 你本身的经验 或者你本身 之前的积累 没有那么的丰富 另外一个是说 咱们国内的 这个环境 也是这个样子 还有就是 你的精力 你的人力的投入 也都只能到这个程度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可能顶多 是能做一做 这种微创新的工作 当然如果说 有很强的 能够做出革命性用户体验 或者甚至于 做出颠覆性产品的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棒的 一件事情 但是差异化 基本上可能 循着这三条路来做 如果你要去做 做你的品牌的话 那么你可能需要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做好口碑 你要利用口碑来传播 那么口碑传播 怎么传播呢 那么这个 这当然是从一本书里头 拿出来的 这本书叫做 就应该叫 引爆点吧 引爆流行 那么它是定义了 这样的几种人群 这几种人群 能够帮助你去做 口碑传播 第一个就是内行 就是他是这个 行业的从业者 他很清楚 这个行业是一个 什么样的现状 他会愿意去尝试 各种各样的 这种新鲜的东西 他会愿意去做 做各种各样的试探 那么还有一种 就书里头把定义 叫做联系人 这所谓联系人 就是这个人 他可能他不见得很懂 但是他 他关系面很广 就是你有了这个人之后 你可能发现话 你能接触到一堆的 无穷多的人 所谓的六度理论 这个可能也都是 靠了这样的一拨人 就是有这样一拨人的存在 他能够 他的社交面非常广 然后他能帮你 把这些东西 传播到更广的地方去 那么还有一拨人 就是推销员 这个推销员就是 他有非常巨大的热情 他愿意给你兜售他的观念 然后愿意向你兜售好的产品 那么这三类人 实际上是口碑传播 需要把握到的 如果你的产品运营 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瞄准了这三类人去 那么你可能能够达到 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说 新浪微博 他走的运营的路线 其实不光是微博 包括博客也是 他走的就是名人路线 那名人路线 这些名人其实 有很多 首先都是行业的 就是意见领袖 都是内行人士 然后其次 这帮人可能 愿意说的这帮人 他其实都还是 交际面特别广的 然后再有就是 这些人还都愿意 向别人去推销 兜售这个东西 所以找到一个人 他可能这三方面都是 当然你也可以 不用找一个 就完全都找这样的人 但是你可以 比如说 比如说你的产品 如果一开始出来 定义你的核心用户 你就应该 比方说 我就是定义 就是这帮内行的人 我就是业内人士 这就是我的核心用户 这帮人就是极客 比较幸运是说 在最初应用会 还有创新工厂的 很多产品出来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 大家定义的 都是这拨人 我觉得这方面就是还OK 那么下面再讲一个什么呢 这个 这也是一个理论了 就是这个里头讲的 就是说是 你怎么样去跨越 这个传播的鸿沟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是说最早的时候 愿意试你这个产品的 是一波这个创新者 百分比大概能占到 百分之2.5% 再细分一下 可能有些愿意 早期采用的 那这些人是属于 就是他接触这些东西 他比较乐于尝试新鲜东西 那么他愿意去做一些 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试一试这个产品 那么再往后就是当 有了16%的这些人群之后 那其实这个 你可以接触到 比如说一些早期的大众 也是愿意去尝试新东西的 但是他可能是说 他在观望 他要先观望 有一群更多的人尝试之后 这些传播学上总结的是说 这样的人可能能够 占到34% 那么后面34%呢 是这个后期的大众 就是这些人是 当他发现 很多人都用了这个产品之后 那他才开始愿意用的 那么还有剩下16% 可能就是 要么就是不太愿意用的 要么就是说 意识不到这个东西的存在 那么这里头呢 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讲跨越鸿沟 这个鸿沟 就是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会出现在 这个早期采用者 和这个早期大众之间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这个人群分类之后 大概每一类人群之间 其实都会有一些分割线 那么真正的这里头 通过大家的研究发现的 最大的 就是最难跨越的这一步 可能就是在中间这一块 就是早期采用者和这个早期大众之间 那么反过来讲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些品牌上的事情 做一些传播的事情 或者你在运营你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在最早的时候 能够把你的前期的 这16%的用户 如果你能圈进来大多数的话 那么你的产品推广起来 可能就比较容易了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传播呢 那当然也要考虑一些思路 你做的比较晚的情况下 你只能是去追赶 那么我们就是做的是说 我当时是新浪微博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媒体 而这新浪微博上面 有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意见领袖 也都是行业人士 这些上面的用户 很符合这个传播的这些原则 所以我们就锁定是说 我们在新浪微博上 做一次这样的病毒的营销 那么这个 这个病毒的传播怎么做呢 然后当时恰好 我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事件 就是音音会的下载量 软件下载量突破一亿次 所以我们就基于这个新媒体 我们做了一个动画视频 这个简单的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下载量点赞量 我们下载量点赞量 在这些衣服里面 我们下载量点赞量 你ìn非他 如果那么慢 我们从来 我们下载量点赞量 这个东西 我们下载量点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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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其实不得 我们下载量点赞量 把车量底部 变量份 我们下载量 这段视频主要就是因为 当时想的是说得做的好玩 因为你要在微博上传播的话 如果你只是简简单单的 就是一个消息发布的话 可能比较难以激起大家二次传播的欲望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动画 然后通过这些动画 把音乐会的这些事情也都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里头嵌入了很多安卓游戏的场景 然后再把最后消息主题暴露出来 基本上这个还OK 当时传播之后 基本上浏览量大概是达到了 两天还是三天 大概是一百多万的传播 然后基本上后来我们听到 或者说业内的这些人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情 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在这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品牌建设 我们的数据分析系统 以及我们跟用户的这些沟通 品牌的就这些方面 实际上我们走过了很多的弯路 也希望呢 就是说今天大家一块聊 那就是能够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吧 那么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 是不是能做得更好一些呢 实际上你运营是在你运营你的业务 你怎么把你的业务做得更好 比如说这里头第一个问题 你还是一样的 就是你会面临到一个抉择 现在用户也有了 开发者也有了 然后你的品牌也有了 你怎么把这个事能够转得更顺 能够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那么你首先想到的用户 他可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们能看到用户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随着可以预见的这个未来 就是就当这个开发者越来越多 设备越来越多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这个应用会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海量的应用 那么如何在这个海量的应用里头 找到和是你自己想要的 就是说那么第二个是地理位置 就是当用户到了不同的城市的时候 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情况下 他需要用到什么样的产品 这是一个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用户 会需要个性化 同样一个产品 大概一打开界面 比方说这个经常出差的商务人士 那他看到的东西 可能跟宅在家的这种技术控 他可能看到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怎么样发现自己适合的应用 这个是用户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在这做了一个 就是基于搜索的这么一个推荐引擎 应用推荐 根据用户位置啊 用户时间啊 然后呢 用户的个性啊 给他推荐不一样的东西啊 而且是海量的应用可以一键下载 更多的问题可能来自于开发者啊 或者我们管它叫常委开发者 所谓常委开发者 就是这个你得具体去分析你的业务啊 在应用会里头 我们分析业务表我们能看到 我们90%的下载量 可能来自来自于百分之十几的这个应用 也就是说剩下80%几的应用 可能只提供了10%的下载量 那么那么剩下那80%多的这些应用 实际上就是一堆常委应用 那么你怎么能把这个常委的应用 能够能够给弄起来 对吧 就像这个曲线 这个紫色的是现在的线 你怎么样能把这个紫色的线啊 变成是这个绿色的啊 因为你你知道当这个线往上挪的时候 其实你能算出来这个面积 这个绿色的线 这个面积是更大一些的 这个面积其实代表的是 你的应用的总下载量吧 那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常委 开发者透出更多 让他们下载量更大 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推出了一个广告平台 这个广告平台是可以帮助开发者 去进行这个软件换量 就是说你的 你的软件里头 嵌入了我们的广告的这个SDK之后 就会跟同样的嵌有这个SDK的 这些软件相互进行换量 就是我的软件里头 比方有一个界面 轻轻一点 然后可能会弹出来一个推荐 比方说假设我是QQ 我可能弹出来推荐是推荐360 然后360那边可能一点 弹出来是推荐QQ 当然他们俩不会这么好了 那么这个同时呢 这个友谊平台 未来还可能会是一个 一个挣钱的平台 他可能会去做真正正正正的广告 这里头我们目前是用的是虚拟币的概念 就是当你做了一次下载 帮助别人做了一次下载之后 你可以挣到一些虚拟币 那么未来如果是有广告主 他愿意投钱的话 那他就实实在在的买这些虚拟币 那用户开发者就通过这个方式 来挣到这个虚拟币 那么另外一个要做的 帮助开发者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盈利方面 在移动支付上面 目前呢 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 就是这个支付呢 已经越来越容易 已经不是像以前 在手机上做支付那么困难 我们呢 因为也做了跟其他的合作伙伴一起 合作了一个支付的插件 比如第一个 我们是这个插件支付多渠道支付 它可以支持短信 支付宝信用卡 充值卡 那么第二个呢 是说这个插件 它能够非常快 一分钟之内可以 可以基本上完成这个交易 那么第三个呢 是它是安全的 它通过实施的短信验证 然后第四个呢 是应用内支付 就是它不再是 因为你知道在国内 你要做这种支付的行为的话 之前政策是有限制的 就是说当你需要 用户输入这个信用卡 或者银行卡的信息的时候 它必须要进到 这个跳到银行的界面 那现在呢 就是已经这个 这个政策已经逐步放开 银联的也做了很多的接口 那我们跟他们进行一些合作 现在不需要直接跳到 而是通过接口的方式 直接在应用内就可以做支付 这个是已经非常方便的 就用户体验会非常好 我们接下来会帮助开发者 做一些这种免费的应用秀 实际上就是 还是刚才品牌的角度 就是因为应用会在这方面 我们前期做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想的可能 同样的这种经验 可以帮助到其他的开发者 就是一般的中小开发者 一开始起来的时候 可能他们注意不到这些方面 他也不清楚说 我可能要做一些品牌的工作 那我们有这样的运营的经验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可以把它拿出来 然后帮助开发者同样走过这样的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提供 更多的生产工具 比如说分享评论社区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会做很多的这种项目 或者说SDK 或者开发的程序包 其他的程序 或者说创业团队 他们要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就省了他的事了 他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提高他的生产效率 就是他不用再为了 你不用不会重复发明很多个车轮 就是反正有一个我拿过来用就行了 我也不用自己再去搞一套 那么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实际上 这就是应运会接下来的业务 要运营的一些方向 基本上是这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要想办法降低他的生产成本 那怎么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呢 就是我们提供更多的生产工具 另外一个就是想办法降低这个 帮助开发者降低这个营销成本 那么我们可以帮助他去做品牌的建设 帮助他做活动营销 帮助他做一些产品的改进 那么盈利方面呢 我们可以帮助他去通过我们的有余广告 或者通过我们的微支付 帮助开发者盈利 OK 那么关于运营这个事呢 基本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么多 第一个就是说 就是运营这个事情 还是就是产品生运营来养 运营利要你要把这个东西 就是仔仔细细的想清楚了 然后呢把这个产品的这个活跃度 把这个生命力做上去 那么第二个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愿景 通过我们的愿景的 界定了我们运营的这些范围 有些事是不属于我们做的就不做了 那么第三个的就是目标为导向 数据是基础 一定要把这个数据给抓住了 那么第四个是业务驱动 大家看到了我介绍了那么多的 运营会的业务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 因为都是运营会本身要做的业务 这正是这些业务驱动了 我们这些运营的事情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内工是产品改进 外工是品牌营销 就是你要把你的自己的品牌 一定要做出来 这是运营会 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训 OK 好 我的分享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